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需要我们新住民朋友特别注意吗 当然有啊 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 吃饭时往往可以展现个人的文化和素养 台湾的用餐礼仪可是要特别留意 来看看自己有没有不小心触犯了这些禁忌 夹菜的时候要用公筷和母慈 不可以用自己的餐具取菜 这样比较卫生 吃饭时不能把筷子插在饭上 台湾人说这个举动就很像插在香炉上 非常不吉利 用餐时要端起碗 以碗救口 不可以口救食 所以吃饭时要将碗捧起来 靠近嘴巴吃 吃饱饭时在餐桌上如果将碗倒扣过来 看在长辈的眼里 可是会触犯大忌 因为倒放的碗看起来像坟墓 代表之后再也吃不到饭了 哦 原来如此哦 这些都是台湾人用餐的礼仪哦 我都记得进足了哦 太好了 遵守用餐礼仪啊 会让人留下好印象 我们一起来当餐桌礼仪大使 新住民朋友们 你也都记清楚了吗 我们赶快告诉身边的朋友吧 词词词词词词词 Etiket meja makan sangat berbeda di setiap negara Etiket meja makan sangat berbeda di setiap negara Kalimat kedua Patuhi kebiasaan lokal saat berpergian ke luar negeri Patuhi kebiasaan lokal saat berpergian ke luar negeri Acara kita sampai di sini Jangan lupa untuk mengulangi ya Sampai ketemu lagi di episode berikutnya Bye-bye